现在这个露台也有七八个方 也有六米半到七米的一个长度 中文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玩玩王思拉 我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融创海温半岛 今天带大家看一套二手单位 两房87个职 现在我在露台位置 大家看出来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海景 有山有海 而且右手边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海湾大桥 今天天气没有太阳 海水有点绿绿的 如果出太阳的时候真的是海天一线 海水是非常难的 看到没有 现在海上有很多渔船 很多人出去打鱼 我们真是可以做到 下楼就是沙滩了 多见有几个人在我们沙滩那里玩的 因为今天是平日 所以就没什么人 楼下就是我们小区的一个自己的花园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哪里走到我们一楼 右手边那里有个楼梯 你最走的楼梯下去就是我们这个空中花园 前面红色这个就是我们小区自己的一个奔渠六道 它就不是很长 它就是环绕我们这个小区 有时候晚上或者早上我们吃了东西 下去散步或者跑下步沿着海边都是非常舒服的 我们左手边那里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区的泳池 有时候你不想游海水想游淡水 都是可以在我们小区泳池游 那现在它是没有水的 因为现在是淡季 它就没有开放 到了夏天它就会开放 那我们好像前面我们A7栋 A8栋楼下都是有些商铺 商铺里面有一间华润万家超市的 就方便我们热煮 有时候自己下去买东西 或者买一些日用品 那你想吃些海鲜 那你就要走到我们楼下 往我们右手边黄布角村那边吃 那边有一些海鲜饭店 味道做得不错的 价钱都是很公道的 那我们现在这层灯位 它是高层的 属于一个端头位 现在这个露台 都有整七八个方的 它都有整六米半到七米的一个长度 看到月主 它都是在这个露台做一个两衣架的 那它就没有做一个风窗 这个热煮 那我们到时候如果怕是 有时打台风或者怎么样 那我们自己都可以把窗封回 不过我觉得不要封好一点 封了来真的影响整个景 那开发箱这边 它当时高楼也是做了商场玻璃的 因为在海边 怕台风 都是要做商场玻璃才耐用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 我们这个单位的内笼 那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我们入户 这里 那入户到时这里 你可以封回玻璃 就这里做一个推拉门 那你就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 那这个位置都有整三个方道 那月主 他现在就把洗机鞋柜放在这里 他就不用摆露台那里 那边是把它封起来的 其实这个景也不错的 露台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我们后面整个山景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来看看 我们进来左手边 是一个小房来的 小房这个朝向是朝北向的 朝北向就是看到我们整个山景 到了夏天下面那些全部都是荔枝树来的 到了夏天它全部都结满了荔枝 看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那它本身开发箱那边 它是交楼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衣柜的 因为我看到它这个衣柜 和主人房 还有除房的柜全部都是同一颜色的 那我们进门右手边 就是我们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那这边是不通天然气的 只可以用电的 只不过你到时只可以 放回电磁炉 有时买些海鲜回来白灼 自己煮都可以的 这边是留在一个冰箱位 上面都是有些储物柜的 层单位呢 热煮是保养得不错的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傢俬 到时热煮是要搬走的 空调它就是会留给你了 这些可以搬走的东西 它全部都要搬走 不过它这些傢俬的风格 你都未必喜欢 其实它的梳化 你要认真看 都已经比较够了 那这里就是我们一个客厨 都是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洗手间 这个空间是做得非常充足的 你看这个位置多大 而且洗手间也是有 带上一个双开的窗 完全是菜缸和通风的 还可以看到我们后面整个山景 不是暗次来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我们主人房 主人房是跟露台连在一起的 就是你躺在这个床这里 躺起来打开眼睛 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海景了 现在热煮这边 它是放了一张米白的床 你都完全不觉得这个空间会窄 到时你这边还放一个床头柜 这个衣柜也是它原生的交流标准 其实如果你是到客家 四十六日过来 其实这些两门衣柜都够用了 或者你不够 到时自己再在床后面 做一个四门的衣柜也是可以的 这个热煮应该都是钓鱼爱好者 有一条鱼竿在这里 主人房这个露台门是可以开到这边 我们这个两房单位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折下来的时间 交给我们摄影师来一个一键到底 看看这个单位的户型格局 它是一键的 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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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喜欢这团单位的朋友就可以关注我们 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我们 好了,拜拜